You watching TOYS TV Woo 好,講完今天的正題 這次都是題目 就是講市場消息 當然不是那些消息 就是講回 我又要對方的名字了 對了 香港收藏品 香港收藏品 玩具業的前瞻2 這次是關於美國和日本 上次是關於外地 今次是關於日本和美國 即是玩具業的傳統強國 待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就是關於香港 第三集就完結了 但法國其實不可能斬開 三個地區獨立這麼說 反而我會主力說 這些地區 兼且用不同的部分 去設入不同的sector 不同的新聞 去說這些國家 這些地區有什麼優勢 我經常這樣整個整個 因為很熱 濕到整件T恤是濕的 是乾的 因為回來就浪乾了 那講美國和日本 為什麼他們的收藏品 有什麼優勢呢 其實我想三集完結之後 大家可以嘗試 不一定要聽 覺得有興趣的 想一下這些位置 應該我們何去何從呢 現在最近 香港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反而我把自己 我是很微小的人 我就縮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行業裡面 就說就算了 我不會說這麼多大道理 我覺得全世界都急劇變化得很厲害 自己做這行 做了這幾年 其實非常之吃力 吃力是什麼地方呢 市場變得很快 客人口味變得很快 輕的東西變得很快 快上快落 以前我們賣玩具 或者做玩具 我們會覺得 有時候的貨物不小心摘在這裡 擺一段時間 我們會升值 或者未必會去虧 但是現在我們發覺 好像變成一些 叫做 好像賣電腦產品 過了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USB 以前是很貴的 不知幾GB數 即64GB 128GB 越大越貴 你會發現那些價錢 是幾何級數的下降 就是以前買 不知幾百GB 其實是幾百元 其實只保存了很多東西 可能幾條片就弄爆了 但是呢 現在呢 越來越便宜 當然科技發展 就變得很快 整個世界 各人各業都變得很快 我們這個行業 都不能夠幸免 不能夠幸免 因為那個速度快到 我的外形是快了三倍 真的有點吃力 尤其是一個老人家來說 你追不及 很多新的科技 我們其實不懂得用 即是我們玩社交媒體 不要說那些了 即是由這個 那些什麼 Message Board到現在 已經轉過 不知道有沒有十代的不同 有很多的 大家想起 用過幾年 但之後沒有了 現在會不會繼續用Facebook WhatsApp 之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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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不知道 好 我們說回正題了 美國和日本 大家都很明顯知道 尤其是日本曾經是第一第二 經濟體系 科技強國 經濟強國 美國當然也是 當然我不是說政治人 不是說貿易那些 但因為中美貿易那裡 有發生一些事情 令我們更加要看這件事 我覺得 他們是傳統強國的 其實各方面 尤其是科技 技術優勢 他們永遠都是先行的 尤其是一些創新 或者創意科技產業 他們不是每天的 日本的漫畫動漫 Animation 卡通片 我們叫做老人家卡通片 很強的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電影是弱一點的 因為電影的文化圈 可能導演 他們比較有骨氣 是要做運動的方式 我不用你 荷里活式的表達方式 但其實全世界的電影業 基本上 都用了美國荷里活的表達方式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賣片的 因為我講這些 我自然都叫做少少少電視業 所以我覺得是很強的 但日本有動漫 漫畫 遊戲 其實他們拿著什麼呢 他們拿著前部份 他們每天兩個市場的強角 除了市場人都很大 他們拿著很強的創意 而中國和香港缺乏的 正正的痛腳就是這個位 不是說中國和香港沒有這些人才 但是傳統 傳統的強國 傳統的強國就是美日 你會發現全世界的文化 我們叫娛樂文化 基本上 尤其是這十年 經過迪士尼和馬虎的洗禮 和那種 鋪天蓋地 即是你不看不得的 那種感覺 是令到你 其實我看不過氣 我真是看不過眼的 說真的 十年都是超級英雄 十年都是超級英雄 下遠實力 嘩 你真是 其實整個電影業質色了 我昨晚跟朋友說 這件事我平時不講 但是這段時間我覺得可以講 因為那些 復仇者稍然過了 如果我在放水底 剛上的時候 說這筆說話 應該會被人罵 當然我不會指名到 聖霸那套戲 但是整件事 整個電影業 只有超級英雄 四大電影公司 或者不知道幾大電影公司 荷里活 全部都是拍超級英雄片 我覺得在我們小時候的年代 創意很多 有科幻 有歷史 有愛情小品 有瘋狂喜劇 有恐怖 什麼類型都有 或者批判性的電影 藝術電影 在這十年 我真是很慳悲 謝謝他們 我看了很多戲 因為 上完一套超級英雄 以為下一套超級英雄 輪流 只是可能是Warner Brothers 和迪士尼 或者是霍士尼 或者是霍士尼 一直這樣 夾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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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羅人家省了 但是 問題是你真的強 壓到你不要也不行 所以 他們在美國方面 他們擁有很大的軟實力 或者叫IP的能力 我們叫做知識產權能力 而這裏 直接影響了 整個收藏文件業 以往的收藏文件業 是多元化一點 有歷史的 有工藝級的 什麼都沒有 純粹看工藝的 潮流 卡通動漫 電影 電視 所以 是很強大的 變成沒有辦法 去超越它 因為它鋪天蓋地 是來的 我上天有說過 商品家 IP 一起來的 上個月 五月份 你不講復仇者 你不見到復仇者 你可能捉不出戶才行 其實都會見到的 周圍都是復仇者 很成功的 馬克廷來說 是沒得說的 贏了 但是 對於整個創意產業 對於其他依附著 不要依附著 跟著主流趨勢去做這個產業的人 其實就少了選擇 其實是可憐的 只有大公司拿到授權的那些 就可以做 沒有授權的那些 其實就真的沒有做 是不是 ok 所以呢 這個年代 2000年 或者200幾年 到2011幾年 對我來說 創意來說 對我個人來說 是一個 我自己很感觸 不是那麼 過癮的年代 當然 可能你老骨頭 喜歡歷史 所以你過氣 真的 歷史是沒有人玩的 沒有人玩的 當然 其實不是的 中國 歐洲 仍然有很多人玩的 日本 美國也是 唯獨是 香港和亞洲市場 比較 trendy 每日 都拿了這些 資源 在手 所以 如果中國和日本 其他地區 需要去追上 其實這方面 一定要有 把握才行 我們也知道 其實 上一集我講 其實大家很 努力去做這件事 不過問題 要打開缺口 其實很困難 因為他們 其實是壟斷了 電影 荷里奧電影 這個世界 我只喜歡看幾類電影 其實就是 波利活 你猜不到 印度電影 你自己留意 近期印度電影 是很厲害的 他們除了有大市場之外 他們有些事情 都堅持自己的風格 有點像日本 印度電影 你也知道是印度電影 無論是多荷里奧化的 印度電影 都是很 很有自己的戲味 都會加上歌舞 打打吵架 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跳舞 其實 不要觸錯用心 我不會笑別人的文化 但對我來說 是很風趣 很幽默 但原來是有意思的 即是 他令到整齣電影 一人的電影 多了三個小時 其實你是不悶的 所以其實波利活 是很正的 正氣是很正的 幽默 也是很幽默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印度電影 很正 很正 偷到的 以前我們小時候 很多音樂 不是偷到的 他們是取材於一些 落後地區的音樂 來拿靈感 你問一下很多音樂創作人 其實他們都 很多坦誠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拿靈感 我記得林子祥說過 很多歌曲 都是周圍列角 一直吸收 我也是覺得很棒的 我看不像你們的 韓片也好 既然你這樣 我回答你 韓片 其實韓片的 就是周潤發 吳宇森 那些是經典的經典 一種本色 所以 其實韓片是很受 港幣影響的 那種浪漫 那種有少少誇誇大的 誇大了的浪漫 其實現在是很風行的 其實韓片再將它更加 叫做 商業化了 或者優化了 令到你不覺得誇大 其實韓國的音樂 跳舞 偶像 電視 如果你容許我這樣說 我個人的意見 其實全部都是誇張的 現實生活不會有的 但你看得很舒服 很高興 其實2000年之後 美、日、韓 的東西 全部都是誇大化了 2000年前的東西 是很寫實 傾向寫實的 所以你會發現 分水量是這樣 所以整個娛樂文化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超級英雄就是自至 一定能吃到水 因為其實這些 我們小時候看的 即是你覺得 一邊看特殊片 一邊看超人 那種woman 你會覺得是扯的 即是你不覺得現實 不過你很欣賞 但現在呢 很接受 你看看美劇 最極的美劇 很高修小的 其實都有很多誇大 那我不是說不好 即是他那種表達方式是誇張的 可能這個年代 有一世紀 真的需要誇張 你不誇張 你不走到最前 就不成功了 可能是這樣 所以 在這方面 美日強到不得了 美日那裡 拿了很多前期的資源 即是我們叫IP 創作力 還有 美國和日本 在經營IP 即是知識產業的地方 他們很厲害 除了他們要保護之外 其實不單是保護 他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他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看回或者回答你們 希望 不斷說那種產品 我只是說想說一下電影 但真的不敢說 因為我們當中的熟的主持 說電影都說 你不要說 不夠了 所以我也不再說 說回玩具那邊 所以他們的軟實力強之外 他們是保護知識產權 經營都是有一手的 那這個 你真的 我覺得 整天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做生意 有一個很傳統的 有弱勢 就是 你永遠就是做人幕後 永遠做人代工 永遠做人隱藏的部分 而我們叫鬼佬 本人 他們都是很聰明地走到前面 他們把最難搞的 最低增值 最沒有人做的 他們都搬去其他地方做 這個一向都是 你看回200年 歷史工業革命之後 西方發展國家 都是這樣用工科技 處理他們的事情 好 所以呢 他們很聰明 所以如果你要突破這個位 我覺得一定要在知識產權方面 考究一些事情 除了要學會保護知識產權之餘 因為你不跟這個規則玩 又是不行的 保護知識產權之餘 你能夠加入這個culture 他們就受你玩 那你又有知識產權 因為其實到你創作的時候 你都不想別人去侵害你那個知識產權 所以這個意識一定要加強 就是大家懂得保護這件事 然後呢 就可以參與這種創作 別人才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夠有自己的產權 所以其實這個位其實不是說政治 是真的受著我們傳統文化的影響 我們對於政治產權的重視和保護 是不足夠的 因為是一個基礎來的 你有這件事尊重和保護 那你國內或者叫做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這個區域生存的人 你都會肯做 因為我受到保護 譬如說 如果這條片 假設可以賺錢的 但我保障不了我的錢 下這條片的主導 那就沒有人做片 是吧 但如果你保障得到 那大家就會做一些好的事情 好了 所以美日呢 這方面是非常好的 但他們最弱的是什麼呢 人工 當然不用說 人工他們是超貴的 不需要說的 當然現在中國人工 香港人工都很高 這個事實 這個又不要說太遠了 所以沒有辦法 但是有生機的 其實台灣的工資現在不高 其實中港台的工資 如果很多時候沒辦法 聽到的話 台灣的工資是偏低的 香港是最貴的 不用說的 但是中國沒有的地區 都很高 所以這個要注意 你會發現 整個玩具生產業務 其實正在不移 現在很多玩具的衣服 即是人工密集的地方 全部都是搬去 我們叫義烏 以義烏為核心的生產區域 其實如果我沒有錯話 應該是長江三角洲的生產 即是浙江、杭州那邊 而以前傳統 其實是廣東 應該是珠江三角洲 即是現在我列到大灣區 但是這輛呢 就變成了 即是升了grade 無論他們的民生 或者他們的工業的發展 甚至整個城市發展 都是升了grade 所以工資也是貴了 但是不代表沒得做 因為始終你整個這麼大的區 你需要有很多不同行業的人 去一起工作合作 好 所以在IP營業方面 要努力 如果是的話 就講回 這裡講下去 講生產資源 Hello Hello 生產資源 其實美國和日本 其實是很豐富的 當然 如果他們要開幕 要做生產 其實他們做到的 剛才說了 一個根源 就是他們犯不著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對他們來說 養不到人 所以他們一定不會做這些部分 一定是扔給一些發展中的地區 或者叫做人工低的地方 這樣才做到的 全世界的生產也是這樣 所以為何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工廠 當然接下來是印度 越南 都會是 好 生產資源 他們很厲害 還有生產鏈 他們也是操控著一些最關鍵的地方 例如是什麼呢 你發覺所有軟件 一開始流行刁頭刁 對不對 很奇怪的現象 韓國的高級頭刁師 即是出名的 香港也好 內地也好 仍然都在用油膩滲 油膩滲 油膩就更老了 或者用了Super Scalpy 其實整個歐美地區 日本地區 已經廣泛地應用電腦軟件 之前講過CBrush 其他其他其他 其實已經用完了 他們全部都 我知道內地很多工廠 生產線R&D的部門 都是正在用的 但還不是很普及的 你只是說著名學校 我剛才還仍然在用手雕 當然他們是堅持的 當然我也同意某些位置 人性化方面 做得比較容易拿捏 但我不能否認 就是你用電腦軟件 都可以做到一樣 你一樣這樣做 即是用電腦的筆代替 你的手的雕刻刀 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你進去撿就行了 你不要懶得 左右面對稱 Copy Smetric這樣做 這樣就行了 其實一樣可以的 所以這方面 我想有時候 亞洲人要擺脫這件事 亞洲人其實手作 是這個西人的 不是他高大一點 我們的手比較小 是亞洲人的反應動作 技巧方面是好很多的 這個位置 因為太智庫 就不去用先進科技 我鼓勵大家 如果要走到這行業的尖端 尖端 你真的可以去用高新科技 就用他們 即是他們走到先進科技 給他們少錢 賣個軟件 打低它 可以打低它 好 OK 因為他都說 他刁頭3D 轉頭 他可以 無限複製自己 即是他有些位置 他可以皮膚紋 那些 可以不用和你逐粒 他可以 Copy & Paste 去處理 其實他會快很多 我再講一個例子 他刁錯Size 電腦就完全能夠克服到 不是 出了沒有 幫我Copy之後 咦? 小了大了 不用怕 用電腦縮小 按個情況而定 但是如果你用手刁的那些 我告訴你 會出事 會出事 所以亞洲人有這個缺點 其實亞洲人有很多 通常犯了一些 價值觀上 或者一些習慣上 是反而被西方佔了優 例如很自信地 他的手 即是靈巧的手 可以勝一切 很自信地 他的手工技術 可以勝一切 但這個是 因為手工技術 就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或者個別人的事件 你不能夠把它量化 而西方的工業革命 不是工業革命 工業的發展思想 就是要量化 這個永遠就是贏你的 所以你要跟他競爭 你一定要量化一些 OK 好了 生產資源他們很多 你不要以為他們沒有 雖然他們沒有工廠 講到R&D 就是3D Software 剛才有提到 觀眾提到我都會講 就是3D Printing 3D Printing 其實有些某大公司 我不說哪家 其實他們已經用了 3D Printing的技術 即是把那些 上色的技術 是用電腦化去做的 事實上是在做的 不單是一間大公司做的 可能有些新公司 都在用這個方式 不過技術還沒有去到 一個很成熟的階段 即是說 你手油一定是最靚的 我經常說 你手做一定是最靚最靚的 但是 如果你去到某標準 其實大部分人接受的話 你的市場 就是自動化 機械化 好 3D Printing 除了可以直接引大顏色 之外 有一個叫UV Printing UV Printing 技術也不詳細 是這種東西 它可以把這些 不是平面的東西 全部印上去 少少少 少少樓線型 或者曲位 其實都做到的 只不過 你花多點時間去對位 或者複雜一點 就可以了 因為剛好 跟很多業界的朋友 做生產 在聊天 UV Printing UV Printing 是很有幫助的 亦是令到 成本其實降低了 亦都可以令到很多的產品 變成一個 其實是小樑化的製作 這是有利於 亞洲 或者香港公司 一些原創的設計師 小公司去做這件事 因為它的彈性大了 所以 你用新的科技 其實絕對幫到手 這是真的 最好你發明的科技 這個永遠是贏了 OK 好了 講回推廣模式 抱歉 先講回日本 好像說日本 日本的創作力 其實 如果以中國 香港 美國 日本 其實我認為日本的創作力 是最強的 我自己個人來說 是最欣賞日本的創作力 他們在漫畫裡面 你看到的領域 是很多元化的 我叫比較奇怪 比較大陸 比較前瞻性 其實他們有這麼多豐富的創作 甚至令人羨慕 你看到很多荷里匯的電影 都是改編日本的漫畫 你就知道 反而荷里匯的創作 因為他們要小心 因為投資量太大 他們是這樣做的 我投資兩億 我要賺二十億票房 在這麼大的預算情況之下 他們只能用很穩陣的劇本去做 所以其實看美國電影 劇本 我個人來說 是很差的 是很差的 劇本 我認為是很差的 因為要穩陣 要穩陣 其實很老套 你一定會猜到的 你說有時候 你覺得猜不到 其實都是 在那個框架裡面 它不會出一個很奇怪的結局 但是 在日本的創作裡面 喂 Hello 是很神奇的 我覺得 哇 你真的猜不到 但是呢 在美國的電影裡面 我真的看不到這個因素 所以 我不想看美國的大製作電影 我也知道你在做什麼 其實 我也不知道看什麼 看CG 看造型 看很漂亮 看明星 就是這樣 這個對我一個老人家來說 就不是這麼吸引 真的 所以 Sorry 這個個人見解 所以日本的我喜歡 創作很強 那這個東西 香港 中國 內地都是 整體出來的 outcome 是不強 不是沒有人 香港就很明顯 市場就令到我們很多創作 就窒息了 因為都沒有市場 內地是有 但是呢 中國人的文化習慣都是 就是 上集講過 鬼佬打工夫是比較厲害的 就是這樣 我講完這部分 就是講完這部分 OK 好了 那講到創作力強 日本是最厲害 我覺得 美國呢 其實只不過在這裏 嘗嘗 嘗 嘗到你一定要為止 我嘗嘗最便宜的 最廣泛的 都說其實荷尼的電影 以這麼高的製油費 其實是一個 很廉價的商品 是很廉價 都說你給100元 你可以看到幾億元的製作 想怎樣啊 大哥 你想想 古時代皇帝 那些宮女跳舞 是皇帝才有看的 但是一場不好 可能幾十人 排練了幾十天 就是 那就是 沒有了 但現在你看到 荷尼會的大電影 嘩 無數Superhero 群秋 很多龐大的畫面 很精美的CG 嘩 這些 是很划算的 很划算的 所以 其實美國的創作 不要緊 我不是反美 一向都這樣說 不過 主流節目 我也不說 等大家發表 其實美國那些 對我來說 哎 重複又重� 你就我就不買了 是的 就是Star Wars 我自己是失望的 就是看新的Star Wars 真的失望的 還有Castical Fancy 那反而呢 就是舊的舊作 雖然是過時過氣 但是我連覺得 我欣賞他當中 他當年的那種勇氣 在沒有budget的情況之下 做到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 當年的佐治努卡斯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是的 好 那創作方面講了 那講RD又講了 那講一下 製造那方面 那你也要數下去 就是有創意 然後就 R&D 就是開發 然後就到製造 生產 那其實這方面呢 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大家都認同的 就是 中國的地方 一定是有一個很好的生產 基礎 這事實上是的 經過40年 廣東省那個 鑄模技術 我說輕工業 輕工業是非常好的 很有基礎 那當然 原來呢 一些重型工業 就是再大一點的那些 那些造船那些 其實是北方的 全世界各國都這樣了 美國都是一些 你看到的城市是做重工業 做化工業 做科技 是分開的 其實中國都有這個特色的 那南方呢 是做這些密集的 密集的手工 加工 輕型的工業 輕型的製造 所以在小型的製造 是很發達的 所以這件事 希望大家要的朋友 注意 這件事是可以 令到我們香港的公司 繼續發展下去的 所以 舉例 舉例 如果你有錢 投資一間廠 在江東省的 應該的 因為它能夠幫你 整個產業鏈 完結 即是完整一點 因為你沒有理由 去了浙江 或是杭州去工作 那 先按一下 有一點 沒有電 沒有電 很害怕 真的快一點 那 我想一下有沒有辦法 可以有電 還是在墨西哥的朋友 也有來 希望沒事 這樣 就可能耍耍一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 沒有電的人就是我 就是我令到昨晚沒有電 前面 就是最灰禍的 所有的 對不起 但是我們主要的 這片 好 所以 在生產方面 這個就贏了 贏了 但怎樣利用呢 就不是純粹是一個很便宜 很便宜的人工 就可以叫做 打下去 因為 鬥便宜 不是沒有用 不是上策 不是上策 捉住產業鏈的上油 才是上策 是的 這個很多 著名的工業家 都是這樣說的 不是我說的 OK 所以呢 技術 經驗 是很好 但是怎樣把握 怎樣去保養 保護它 這個是重要的 雖然環保 很多原因 是令到我們 有些不疑的情況 但是 你在很多監管方面 再做好一點 就可以維持在這裏 其實香港有很多朋友提過 開一些工廠 其實是否不行 不是不行 其實你在香港的浪膠廠 絕對可以 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過了這些部門的要求 我看得簡單 其實是可能不行的 如果你在香港有浪膠生產線 其實可能現在的設計師玩具 可能會再彈起來 多一點也不行 是不是 不知道呢 你問問一些厲害的人才行 OK 好 另外人口密集 是無容置疑的 即是南方是很密集的 這個是令到我們生產線 繼續有很充足的人手 因為人多 你自然有供應 你去到北極 你多便宜都會用 沒有人 整村人都是三十人 這樣就做不到工廠 OK 另外說到天氣了 南方的天氣是非常正的 因為呢 就是因為南方的天氣 是長時間 我們是一個 不需要停的 除了放假之外 你會發覺 如果在北方的省份 或者俄羅斯地方 有些時間呢 你出口也做不到的 有些叫做 不動港的 我們在香港 當然覺得 你所當然 但是你在北歐 或者接近北極圈的地區 甚至可能 可能去東三省 已經是有這樣的障礙了 加上天氣太過冷 其實你有沒有試過 在東天你的手很硬 其實 北方人一樣 面對這個問題 那天我們和俄羅斯 做原兵仔公司合作 東天 是很慢的 你叫人怎樣 才知道北東天怎麼會有 我當你有暖氣 整件事 差了 日光時間又短 所以這方面 大家未必會注意到 這方面 為何廣東在生產工業 是這麼強大 就是原因 好的事情 快快說完就算了 哈哈哈哈 人家說得好笑 冷到什麼 所以眾官來說 如果你要評論 是美日的 在這個 玩具業生產品 他們是拿了 上線的東西去做 那麼 即是 他的IP說是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我以為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但是人工呢 生產你不要談 我知道你 做成本是多少 你只能夠賺多少錢 我會這樣談 所以 就沒有什麼說話 所以我覺得 一個好的產業 應該 應該是去連結完 完整的 即是有IP 有好的 有好的 輔助工業發展 即是說 譬如他可能有些軟件 另外 就跟著到 自己本身的發展 就是 鑄模技術 生產技術 他們肯研發 不是 維持著重複 又重複的技術 譬如 上色 是否真的可以用電腦上 是否可以用UV Printing 去幫忙 如果是的話 應該去做 就不是繼續用人手 或者用我們傳統的方式去做 不是說不好 而是你要去思考 一個行業是一定要不停向前行的 OK 最後 講到推廣模式 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三個地區 反過來 就不是 澳洲很冷 就不是 美日的強項 美日的強項 基本上 多謝你 是雪尼的朋友 Sydney的朋友 美日的強項 其實 營銷我覺得是弱的 我覺得是弱的 他們其實仍然在用上個世紀的方式 Chain Store 大家也知道 有些美國的大零連鎖店 就倒閉了 或者是嚴重的財政危機 也反映了事實 那麼 在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形容是 用這麼多年鎖店去營銷的話 其實真的 可能不是這個年代 最好的方法 而中國內地 就因為它遲起步 它就用了新的方法 所以 反而我覺得這方面 內地是更強的 在營銷上 大家不要小看營銷 營銷好的話 是絕對幫你的產業做得很好的 因為你真的 很能夠在短時間 或者最可以控制 在預期時間內 賣很多很多東西 那你是最好的 因為我現在最大的 所有產業都是擔心的事情 就是我摘貨 和貨貨的過期 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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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世界的行業 都在爭持這件事 如何把倉存 減到最低 減低整個公司的 營運成本 這個 各人各人都在面對 好了 所以 每日來說 這方面 我才覺得 好了 可以利用我們 中國形式的銷售模式 是否用網紅 或者是用網上銷售 我想是幾樣東西配合 當然 這裡很複雜 這次就不說了 也不是今集我們做的重點 因為重點就是 講美日 以及整個生產鏈 產業鏈 當中 我們幾個地區 哪個地方強 總觀來說 香港其實沒有什麼優勢 但是為什麼香港仍然有這麼多 不要說這麼多 有些叫做突出的品牌 有些特出的設計師 其實大家想深一層 是有一個很大原因的 就是地理因素 就是因為我們很近生產線 另外 我們近 我們香港其實 貿易來說 是很多free trade 即是叫做 tax free的地方 很多我們的成品都是低了 所以呢 做一個叫做國際貿易 是相對好 這是利便了我們去做營銷推廣 另一方面 周西文化交流 即是小時候都讀 我們大部分人都很受 不同方面的 不要說是西方 不同方面的思想影響 又可以看到不同方面的作品 其實香港是很寡的 香港有能力吸收很多文化和資訊 但是香港人就選擇吸收少一點的資訊 這個我純粹說我們行業 不要把我拉去另一邊 OK 所以呢 這個令到我們的產業 創意是減少了 當然 經常都是市場行先 就是 你都沒有市場support 這樣就變少了 所以呢 香港為什麼站得住呢 其實那個明顯 好達出的了 那我就留回第三集 跟大家分享 總 嘗試一下 我自己 我自己 當我自己做功課 總結一下香港有什麼優勢 而我們怎樣去保存它 甚至利用這些優勢 我們繼續令行業 可以叫做 有競爭力 或者更上一層樓 那 當然 就補充一個打翻頭盔 我不是什麼業內精英 也不是什麼 什麼猛人 分析家 我只能夠說出我個人少少經驗 不過如果大家能夠 互相分享 我覺得不是壞事 那當然 如果你說你給我 那些卡片很棒的 那我多謝你的錢 拿我的袋 對了 那我們今集呢 就 先看一看 好了 講完這一點的了 那 自己都放下心無大石 那因為這些呢 這些呢 要準備的 還有呢 是 我講的是要很警察的 因為 這段時間的事情都比較警察 好一點 對了 因為都是合作自己做自己的事 好 那晚安 其實幾點我也不知道 因為電腦都自己 因為太能不動 就關掉了 那希望 這些呢 這些會聯絡大家 那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那如果有興趣 希望大家收看第三集 究竟香港 真的 香港怎樣可以 在這個 收藏文件的業 繼續可以 發揚 不要說揚威 就是 有一個席位 甚至可以利用我們本身的優勢 不是太多 配合回內地或者外國的優勢 去做好整件事 值得想想 希望 幫到人 幫到大家